HELLO 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新年快樂 今天是中華民國112年的1月2號星期一 那元旦年年假的最後一天 我們再來我們建地園區呢 驗收一下我們之前在這邊掉了兩顆誘補球的一個成果 好 我們過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顆黃色的誘補球 來 哇 這黃色誘補球上面呢 抓到了非常多的果蠅還有一些小蚊蟲 蒼蠅也有 好多 那我們再看一下隔壁的那邊有一顆綠色的 我們過去看一下 哇 這顆綠色的也抓了很多 不過我發現 綠色抓到的 綠色抓到的幾乎都是果蠅比較多 那黃色呢 果蠅蒼蠅還有一些其他蚊蟲都有 我們之前為什麼要釣這兩顆呢 我們讓各位回顧一下我們這個芒果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來 這邊 看一下它葉子 看一下它葉子 來 這個 我們芒果呢 葉子上面呢 出現這個一個黑色的一個凸起的一個斑點 很多 這裡 到處都是很多 這個就是所謂的芒果的櫻蠅 是一種小昆蟲 有翅膀的小昆蟲 它幼蟲的時候會潛伏在我們葉子的裡面 葉子的肉 葉肉裡面 啃食的葉子 然後呢 之後呢 化蛹出來之後 就是一顆 一隻小小的 一隻那個所謂的櫻蕊 不大 不大隻 那這個會影響我們 芒果葉子的一個 形光合作用的能力 進而就會影響我們芒果的一個生長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想要 利用這個幼補球 來抓這個櫻蕊 那 後來呢 我又去詢問了專家 那個 我們提供這個 幼補球的一個 專家 這是樂優農的一個老闆 他跟我說 要抓這個櫻蕊 靠那個幼補球 恐怕是不行 因為這個幼補球 大部分呢 都是在抓果蠅 果蠅 都是抓果蠅 那要抓櫻蕊的話 用黏子板 黏子板 還是什麼的 那就後來呢 他介紹了一款 不錯的黏子板 那我就 今天 來試試看 樂優農的這個黏子板 好不好用 好 我們現在過去拆 開箱一下 我們那個黏子板 好的 這個 樂優農的老闆呢 就介紹我這一款 那我就拿了 一袋 裡面有不一樣的顏色 我先把它打開看一下 今天有點下雨 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它的效果 有兩種顏色 有黃色的跟藍色的 就已經就不是綠色了 黃色跟藍色 那我今天呢一樣 我要幫他釣 釣一張藍色一張黃色的 那等下一次呢 一樣 再來驗收一下它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 它這個有搭配 這個釣 可以釣 這個 黏子板的這個 工具 就是細鐵絲 用紙裝起來細鐵絲 這可能撕個兩條下來 各撕兩條下來 等一下要綁的 那其他再放回去 哇今天在下雨 所以我不知道效果會不會影響 沒關係 因為 我們也只能利用 加熱的時間呢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不管下雨 我們還是一樣 照 照做 我拿一張藍色的 這好像雙面的 應該是雙面 這一面也可以黏 這一面也可以黏 好 再拿一張黃色的 我為什麼不放多一點呢 因為現在 這個危害的時機點 還不是最 最嚴重 所以呢 等到危害時機點 開始 正要開始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大量放上去 再試試看 那 接下來應該是 把這個 穿進去 穿到裡面去 應該是這樣穿進去 待會我們就釣在樹底下 然後呢 把這個紙 我們先釣起來 然後再把紙掀開 這樣應該比較不會黏手 好 我們呢 第一張黃色的呢 我們就釣在那個位置 那個芒果的這個枝條這邊 好 好 好 然後背面 背面 背面這邊也是 好了 現在我們把這個 黏子板呢 把它撕開了 然後釣在這個芒果樹 那我們再觀察一下 那另外一邊 這裡 這個地方 這地方我等一下把它釣一個 藍色的 把它釣一張藍色的 好 那個地方 我釣一張藍色的 好 好 那個地方 我釣一張藍色的 我們一樣 把這個 紙撕掉 好 我們一樣把這個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兩張的這個 黏子板 都已經釣在我們芒果樹下了 那我不知道它起作用的時間 多快 因為據說這個藍色的這種 黏子板 是對這種 芒果英銳呢 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呢 再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那 左邊這邊的黃色的這個 這個 這一張 哇 我覺得果蠅還是對黃色的特別熱衷 現在已經一隻果蠅過來了 而且已經黏在上面了 你看果蠅馬上黏在上面 所以這黃色的 是不是對果蠅比較有效啊 我們再觀察看看 觀察看看 那藍色的部分呢 據老闆跟我講 藍色的部分 這種芒果英銳是非常有效果 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再來觀察 不過最近天氣比較冷 我不知道這個 芒果英銳的族群多不多 天氣比較冷 我不知道多不多 所以呢 再過一兩個禮拜了 我們再來觀察看看 你看這個是我們上次釣的 又補球 發現喔 黃色跟綠色的又補球 又補到的東西 大約 大致有一些啦 有一些不一樣 就是綠色這個大部分都是果蠅 那黃色的部分呢 除了果蠅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 很多 蒼蠅之類也有 當然這裡也有蒼蠅 只是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果蠅 那你看我們這個 剛釣上去的這個 黏紙 黏紙板呢 馬上吸引這個果蠅過來 一樣黏在上面 不過這個黏性可能沒有那個幼補球那麼黏 所以你看他還有 他還在那邊掙扎 還在那邊走有沒有 一直走 還在掙扎 我想他最後可能會逃脫了 因為他這個紙板呢 應該是主要還是要抓這個英銳 我們試試看喔 那有很多好朋友呢 在我們留言區喔 有在問說 這個要去哪裡買 我記得我之前有跟各位講 他們是在蝦皮上面 在蝦皮上面有開商店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再去跟他們做個詢問跟購買 那 好吧 那我在 說明的地方 我再把他們的相關的蝦皮的網站 連結再告訴大家 有興趣大家去看一下 然後他 這個的金 這個的價格喔 這個年子板價格是因你買多少去計價的 然後好像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價格 好像有8塊7塊6塊的喔 就看你買的數量 OK我們 吊著 一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再來驗收他的成果 那我們看一下這顆芒果 這個芒果呢 我要特別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顆芒果是所謂的 水蜜桃芒果 那水蜜桃芒果呢 它 顧名思義喔 它的果實 長出來的果實 它的顏色非常漂亮 就好像水蜜桃那個顏色一樣喔 就是有一些 黃色 然後一些 粉紅色 就是很 很粉這種感覺 然後表皮 非常好看 然後它的風味呢 跟 艾紋 風味呢跟艾紋比較像 很甜 很細緻 這是一顆水蜜桃芒果 那這個水蜜桃芒果呢 之前照顧了不好 為什麼照顧不好 因為旁邊有一顆 很大的這個菠蘿蜜在這邊 那影響到它的一個生長 所以呢 前幾年都照顧了不好 那今年呢 我有特地幫它做一個修剪 那修剪完之後 有一些專家 有跟我們建議 我們這樣留的還是太高 沒關係 我們今年就讓它長完之後 我們再來 幫它做一個矮化修剪 OK好 那今天呢 介紹這個黏子板 效果 我們來測試看看 會不會OK 好 兩個禮拜後 我們再驗收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